行径诡异的缩拉台风在基隆没有造成重大灾情 市长张通荣表示 这个台风可以说是为基隆市带来好运 因为没有重大灾情发生 而且让新山水库满水了 今年度应该不会有限水的情况 市长表示 全市除了60多处路数倒塌 电线掉落以及铁皮屋顶被吹走 另外有9处水位达到红线区 七堵千祥桥因此封桥之外 并没有重大灾情传出 台风雨量也让新山水库满水 今年度应该不会有限水危机 这个台风可以说是为基隆市带来好运 这个新山水库已经满水了 满水了 我们整个水进满了 我们怕说今年再不下雨的话 可能到8月中旬以后 可能就要限水 那现在我们解除了本年度 大概101年度 我们的这个限水的一个问题 可以全部解决 因为这个8月份水库在满了 那我想我们就不会再缺水了 我想在这里也是我们 这个台风带给我们一个好运 没有灾情 但是带来了水库的这个满水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 我也很感谢我们市府各相关单位 以及我们所有在访中心的同仁 现在还是一起开设 大家还是从昨天我们4点钟开始 一直到现在的一起开设 我们准备在下午 大概我们这个6点钟以后 我们看看市侯这个台湾 全部都远离了我们这个台湾 我们再来做其他的2级或者3级的开设 我想这部分我们这次的皇台做得很好 市长也特别感谢所有派驻在防灾中心的市政府 以及相关单位人员 不眠不休监控台风动态 进行抢修抢救的人员 让基隆平安度过这次的台风威胁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 这边永贵中是 law主包еди 均 những水馆